作为奥斯卡获奖影片爱月之城的主要拍摄地之一 华纳兄弟好莱坞影城之旅 近日在拍摄地原址重现了剧中女主角工作的咖啡厅 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于一周前落下帷幕 爱月之城大放异彩 捧走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在内的六项奥斯卡大奖 作为电影的主要拍摄地之一 华纳兄弟好莱坞影城之旅近日在拍摄地原址 重现了剧中女主角Mia工作的咖啡厅 到3月6号为止参加影城之旅的旅客 可以临距离参观咖啡厅 拍摄爱月之城同款剧照 因为它是一个映像的映像的新闻地区 像是一约的约翰昂的约翰昂 我们想要在网友团编达Lala Land 在网友团队里是在那里的剧场 即使它不是我们的剧场 我们想要用这剧场 让大家可以来看 大家可以来看电影 华纳兄弟好莱坞影城之旅 在权威旅行网站TripAdvisor上 荣获游客选择奖 并被列为美国25个必去景点之一 游客可以在游览中参观到 多部影视作品难得一见的拍摄制作场地 其中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 《逃离·德黑兰》和卡萨布兰卡 影城之旅包括参观 110英亩的影视制作场地 以及48号互动式影棚 其中影视档案馆最新展览 《哈利波特和神奇动物在哪里》 为带领游客零距离感受15年来 《哈利波特》系列从自立行间 走向大荧幕的魔法蜕变 另一项DC宇宙展 向DC漫画奇缘致敬 展出了以正义联盟七位超级英雄 为主角的原版漫画书 《神奇动物在哪里》呢 这个是我们新的博物馆 因为《神奇动物》的电影才刚刚出来 然后而且我们有很多很多 《哈利波特》的粉丝 所以我们就把电影中原版用到的道具 还有我们的演员穿过的戏服 给大家展示出来 此外游客们还可以参观到 规模宏大的道具部门 以及电影汽车库 游客们可以在此目睹 蝙蝠侠系列多款炫酷战车的风采 好莱坞兄弟环球影城之旅 每周一至周日早上9点开始 至下午3点结束 有兴趣者可登陆其官网查看 凤凰卫视 陆梦 黄奕顺 洛杉矶报导